昨天见到你有说你主要是快手 是的 可不可以和你看看你怎样看 是否比起一些比较巨头的几只 你宁愿选择这些龙尾呢? 也是 因为你见到龙头的腾讯、尾团全部破了位 但是快手仍然在水底浮游 看图看到的,低位已经开始做了个底 而且你见到下面的成交是多了 大成交在下面做到个底 似乎是否要震走的都震得七七八八呢? 这些货是否我们所谓的主观意愿 是否入了强者手中是否有机会炒呢? 而且你看到那些移动平均线 以往你见到很并排地向下滑下去的 那些五彩天梯的朋友来的 但是近来不是的 这条十天线好像屈屈的上来了 二十天线都比较好一点 还有你见到正股的价格 都比较好十天二十天线的 我觉得几个叫做利好讯号 所以我都拨了它的衍生工具的耗仓 拨上去看,拨反弹的 是否有机会上红底之类的 还有我想这些位置只是视位而看 既然之前整天都站不穩十天二十天线的 那你这次如果再穿 那你便走 大概都是 我看20天线最新是78元左右的位置 我想你只用几元拨上去而已 我想都有直拨铝在 还有最新 今天快手可以北水买得了 我见到有些深圳牌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是不是另一个推升的动力呢? 那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有你的粉丝说牛牛 是 是 他想拨反弹 现在想跟着你 他说但他未进入课 今天怎样跟进 按键 是这样的啦 直接按的啦 要做的啦 你这些是要眼明手快的啦 那刚才说了 短炒而已 短炒啦 那我想策略都说了啦 你说今天高开 暂时就三点 暂时未U出来的 似乎都会高开的 那我想自己找个好位啦 就是你说追上去 就是怎么说呢 追上去 那可能他会再上的 只不过是你的直拨铝的问题 如果你问我 我是你的话 不如分两柱啦 先进一柱啦 就是你怕 你怕吃虧底嘛 高开 但是如果再充 还不回怎么办 买一柱先啦 如果他下来的时候 再买第二柱啦 我想这样就会 风险上面可以控制到啦